欢迎回来继续Focus俄乌战争 这场战事使得占全球石油出口量第二大的俄罗斯量少驾扬 而进一步的美国英国和欧盟再分别加码宣布要不同程度的限制 不再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美国总统拜登拍板做这个决策非常的难 因为美国的通膨已经很高 但是他也透过这样的宣布希望美国人能够体察 捍卫世界的正义确实要付出自己的代价 跟每一个人都会有关 来了解这一则石油制裁对于全球能源所带来的冲击 特别是在成本的提高 为了打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拜登政府周二公布最新制裁 美国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原油外美国也将禁止天然气和煤炭的进口 拜登原先对这个决策一直犹豫不决 担心会再次冲击油价 因此也不忘强调 捍卫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对此乌克兰总统特别隔空致谢 不过其实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 占比不到百分之十 有分析认为实质影响并不大 俄罗斯出口的原油国际市场买气早已下滑 可排上周曾以超低价购入后还为此道歉 并承诺将分阶段撤出俄罗斯所有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可排表示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脱离俄国原油的依赖 而美国短期内油价势必在飙升 目前全美平均油价每加轮4.17美元 已经来到历史新高 同样选择跟进制裁的还有英国 宣布将在年底前分阶段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欧盟则提出在年底前减少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 并在2030年前完全终结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 目前欧盟国家四成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占比极高 这项血减计划预竟能跟上欧洲能源转型减少排放的进度 但引发的通膨也让民众非常有感 油价的飙升让欧洲许多歧视赶在涨价前把油箱加满 甚至有驾驶跨越边界跑到油价较低的西班牙加油 而在中东夜门则是造成靠柴油发电的商家被迫关门歇业 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以上涨近30% 国际间对普清施压的一波波制裁也再加深民生负担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